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我是维琪 哈啰 我是Coach Roy 这个健身餐看起来这么的就是好像没什么东西 但是为什么它比一般的便当贵这么多 你觉得为什么 因为branding的关系 是吗 我买的是品牌价值 我们今天的来宾Roy呢 是我在加州只有短暂五堂课缘分的健身教练 短暂的缘分 其实我和Roy已经有录好一集了 只是说我还没后制跟上架 所以我们还是稍微先介绍一下她 是我的健身教练 那我们上一次呢主要是聊她 为什么会离开人人称县的高薪科技业 转行创业投入健身事业 比较职业 生涯规划 心灵层面的分享 但是呢由于本频道向来是以 丰富的斗职视为频道的主咒 没错没错 所以今天呢Roy要以她的专业 告诉我们怎样才能瘦得快 怎样才能减脂不腹胖 嗯好 因为夏天到了 然后大家又三级警戒嘛 在台湾的大家 已经不能出门两个月了 所以你也知道在家一天如果走不到一百步 然后一不小心又会报复性的叫外送 那就像养猪一样 吹着气球般 吹着气球般 对 像我本人去年就是 因为现在那个美国这边已经算解封了 但在此之前其实封了将近一年嘛 然后我在回台湾之前呢 其实在美国有七个月 其实是我几乎没有出门的 那疫情的前三个月呢 因为我有一个非常会煮饭的室友 除了正餐之外还有手工甜点 所以我的体重就达到了人生最高峰 但后来就有点吓到才收敛一点这样 好 总之呢 减肥是一生的志业 今天就让肉依来教我们一点正确的观念和小撇步吧 好 那我想要先跟大家就是联听一个观念啊 就像比如说我在上课的时候很多时候同学他会来说 啊教练我想要这个减肥身材好 这个时候我就纠正他们一个观念 因为减肥跟身材好这东西是不画上等号 好 那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开头我想先讲两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单纯的只是要减掉体重计上的数字 那我会说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你也不需要特别的 不用来找你 没错 没错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身材好的时候呢 这就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好 那什么意思呢 今天如果你只是想要体重计上的数字往下降 那就代表说你只要让你的身体的组织减少就好 那这个组织不外乎就是三个东西 第一个是脂肪嘛 那大家一定知道 那再来就是水 那最后一个呢 其实就是肌肉 因为大家要知道一点 当你在减重的时候 这三个东西是会一起掉的 这是不可能说你只掉一个 不掉另外两个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减重 那你今天什么叫做身材好呢 那我们一般人的我们心里面的一个身材好的想法 是除了你的脂肪量看起来低以外 你也会说希望身体有些女生不都讲说 我希望我这个手臂有些线条吗 对不对 比如说有些女生甚至会觉得说 我也希望我这个屁股可以有些线条 那其实什么叫做线条的意思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说你的脂肪量是比较低的 因为你脂肪量如果太高的话 它是会盖住你的肌肉这个线条跟形状 那再来就是说 那你的肌肉也是必须要有一定的质量 所以你必须要去练 你练它以后你的肌纤维长大以后 它才看起来才会有一个 就是形状跟curve 所以我们要先讲一下说 单纯的减肥跟身材好 这是画上是 这个是不同的事情 这样子 要先定义一下 我们要先定义一下 因为其实有很多 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的 当然你说 如果从健康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当然不希望同学就是一昧的减肥 因为其实维持一个好的肌肉量 其实还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关键 但是其实我常在带学生的时候 我并不会觉得说 他们有一定的对或错 我举例 比如说有些女生或有些男生 他就是希望他看起来很瘦 比如说他就是很喜欢说 他的腿是很 就是直直的是很细的 然后手也是很细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对或错 他就是喜欢那样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跟他讲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你只要把饮食控好 控好跟做大量的有氧就好了 你甚至不需要特别去到健身房 对 所以这有的时候会给大家一个 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一定要去做些什么 其实比你跳下 可能你会知道说 其实饮食控制还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对不对 其实我发现很多的同学 尤其是女生在做饮食控制的时候 会陷入一个最大的一个 我会说迷思 迷思 就是第一个他觉得要吃很少 因为厂商我在帮很多的女生的学员 在看他们每天吃的菜单 就他们拍照给我看的时候 我发现那个热量 我用眼睛看 看起来大概都只有个什么 1100跟1200 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 因为其实你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 所谓的基础代谢 就算正常生活 你没有什么运动 你只是上班下班 我会说正常的女生应该都有个 1300左右 如果你连1300都没有 代表说其实你的新陈代谢真的是太低了 所以那样反而是要想说要提升你的新陈代谢 所以今天如果你的比如说你的女生基础代谢 是差不多12001300 但是你每天都只是1000 1100 这样其实长期下来 你的那个脂肪是减不掉的 因为你的身体就会觉得说 你连我基本的基础代谢的量 你都没有吃到 我更不可能 我要更要好好的保存 保存你的脂肪跟这个量在 我更不可能让它走掉 那其实我们今天会觉得说 比较健康的方法就是说 比如说你的基础代谢是1000 我们就说女生好了 就说1200好了 那我们是希望说你至少吃到1300或1350 但是你是用运动的方法来去增加多余的热量消耗 而不是说只是一昧的少吃 这个我觉得是第一个要跟所有的女生讲 就说减肥减到后来 如果你只是一昧的去压制你的热量 到最后你会发现你的脂肪是减不掉 而且你的心情会觉得很差 因为你觉得怎么样都降不下来 在你越吃越少的时候 你的皮肤会擦 头发会擦 最后月经也会不来 可是1100我后来发现 就很容易就超过了 大家为什么有办法只吃1100啊 是多少 如果你有看过别人传给你看他们日常吃的东西 然后是少到什么程度 我举例好了 就是比如说像有一个女生 我现在用我的印象 我想她传过来的三餐大概是说 她的早上的话大概是 一颗水煮蛋 一杯黑咖啡 好像还有半根小黄瓜 早餐大概是这样 然后她的中餐好像是吃了 我记得好像是类似激松用吧 大概我觉得那应该也不到100 大概就是一个女生手掌激松用 然后配沙拉 配沙拉 然后她的晚餐的话 我印象中好像是吃了一些青菜跟一点地 然后饿 她吃了一小条地瓜跟青菜 就这样 哦 好少哦 她不会饿吗 没有 OK她当然会觉得饿 而且她会觉得她的心情不好 但她会觉得说 这样子才能够让她减重 但是这个东西说 如果你刚开始照这样吃 你前面两三个月 你体重绝对会降很多 一定会 嗯 如果你本来是一个正常吃饭的人 或你本来是一个吃很多 你突然这样吃 你当然 体重当然会掉 而且那个时候你心里就会觉得 哎 不错哦 这个方法就是对的 有用 这有用 但是比如说你吃了差不多三个月以后 你就会卡住了 嗯 而且这重点是 其实我讲老实话 一般正常人应该也撑不了三个月 如果要照这样吃的话 因为你中间你就会想要吃点 别的 我说老实话 就是我看过最厉害 最厉害的一个男生 他说还是吃那种水煮餐 怎么样 他大概维持了五个多月左右 五个多月 好强哦 那个已经很厉害 那个已经很厉害 他从大概差不多100公斤 减到75 减了25公斤 嗯 但是他现在又回来了 所以我常跟同学讲说 又回到100了 他现在差不多90 90吧 哦 所以就是Vicky 我也想要趁这个podcast 跟大家宣导一个正确关系 就是说今天你不管做什么 你不管是运动也好 饮食也好 还是干嘛也好 就说如果你今天想要做一个 比如说你有一个目标 你想要做一些事情 如果这个东西你会发现 他要花到你很多钱 花到你非常多的时间 跟你觉得很困难 这都是不实际的 嗯 因为你不可能长期的维持 这件事情下去 就像我常跟很多学生讲说 好 如果你今天是跟我说 你半年之后你要拍婚纱 那我们用一个比较极端的方法 我一定可以让你达到你要的目标 跟身材 这没有问题 但是我会告诉你说 这个东西是非常难 sustainable的 如果你要用这个方法的话 对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饮食的方法 是你可以常常久久使用 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常会把我自己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平衡的方法就是说你又可以照顾到你的吃的开心 然后你也会照顾到你还是可以吃你想要吃的东西 然后你还是可以控制好你的热量跟你的营养素 让你的体质就维持在一个正常健康的状态下 嗯嗯 饮食控制真的很难欸 还是你可以分享一下 呃怎么样不会太饿 然后还是觉得吃的OK 好 那你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非常好 因为很多人他在所谓的节食跟减肥的时候 他都会一直suffer以后他觉得很饿 他觉得很饿 所以我常常会讲说 如果今天你的减重跟减肥的过程 你会一直觉得很饿 这就是哪里有出的问题了 嗯 通常你会觉得很饿 就是因为你吃不够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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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讲句老实话 像我常跟同学讲说 如果你今天是要减脂的话 你的青菜蛋白质跟淀粉 我们就讲这三个最简单基本的好了 因为脂肪我们就不需要特别讲 因为基本上如果你有吃肉 然后如果你煮菜的时候你会放油 你就不需要 我们就不需要特别再去算说脂肪大概的比例 所以基本上正常吃就是 纤维 淀粉 跟蛋白质 你走40 40 20的比例 其实这不会有什么问题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今天纤维 比如说青菜40 蛋白质40 然后你的淀粉是20 嗯 那当然我是鼓励大家 你会拿一个固定的一个容器嘛 你会这样子看 比如说一个盘子 这样看起来你是会比较清楚 嗯 那今天很多人他会觉得很饿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他这三个东西的都吃的很少 就像我讲他热量根本吃不够啊 嗯 所以你你觉得你比如说你在 曾经尝试减肥减重的路上 你有遇到所谓的肚子很饿的状况吗 没有 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肚子不饿 但是我的心很饿 哈哈哈哈 就 就其实我其实没有吃的很少 因为我 其实我本来就已经知道 那个基础代谢的那个概念 就我也很怕说我这样很激进的瘦下来 然后之后又盼回去很可怕嘛 对对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好 那大概 嗯 就是就少吃一点这样 可是 重点是心很饿 因为你就会觉得 尤其是拿一个盘子 把你的东西放在那边一坨一坨一坨 然后我就想说哈 我今天只能吃这样吗 我吃完这盘就没有了吗 然后或者是 吃了那东西 然后可能也不是很好吃什么的 就 吃完之后是不会饿 但是心很饿 哈哈哈 怎么办 好那Vicky你的问题非常的好 其实那这个问题我要问一两个 嗯 就是你刚刚讲到一个就是说 好 心很饿更觉得不好吃 那你觉得 比如说你觉得你在减脂或健康餐中 你那个里面都是 你是吃些什么 可能还是就鸡胸肉吧 好我想跟你讲 鸡胸肉这个东西呢 是连比赛选手都没有在吃的 哦真的吗 就是像你说我们备赛要花四个月 鸡胸肉大概是最后三个礼拜才会拿出来吃的东西 哦因为不好吃吗 还是 因为不好吃 然后也没有必要要去吃这个东西 就是我想跟大家讲这个食材上的名思 就是说什么水煮花椰菜跟烫鸡胸肉 你没有人需要去吃那个东西 没有 Nobody 对我们今天是希望是说 大家吃一些比较不要太肥的肉 那比如说像鸡肉的话 你就选鸡腿肉就好 你只要把皮拔掉就好了 但是你的鸡腿肉比如说 你不管是去蒸或是去炒或去烤 嗯 它都会比鸡胸肉来的好吃的非常的多啊 好吃太多了 我以前是完全不吃鸡胸肉的 哈哈哈 不是 不需要 不需要吃鸡胸肉 除非 但是我的确有遇到过女生的朋友 她觉得鸡胸肉很好吃 那这个我就另当别了 如果你觉得很好吃 那当然没问题 但是我会说 不需要去吃到什么鸡胸肉之间 这个东西这样子 嗯 但我觉得还是有精进啦 就之前真的是觉得有点难吃 然后后来就有研究一下怎么料理之后 有稍微好一点 但是也没有办法一直吃 对 因为鸡胸肉它再怎么吃 不管你是去输肥 还是什么气炸它 它吃起来就是那个样子 对啊 所以我才鼓励大家说 如果你今天吃鸡肉的话 你可以用鸡腿肉 如果你很喜欢吃皮 说老实话 我也不会说你皮不能吃 嗯 比如说如果你的皮要流这种 比如说你在料理它的时候 你就不要再额外放油 嗯 因为它皮本身已经有油了 其实你的料理的方法 并不需要像大家想的说 啊 是什么水煮啊 酥肥啊 还是清蒸啊 不用 就像比如说你有看过我自己怎么炒的吗 我辣椒酱油照放啊 哦 有 这边要用那个todcast的方式分享一下Roy最近拍的YouTube影片 就是她如何准备她的三餐 然后其实看起来吃起来看起来蛮脆糙的 其实其实我觉得我的方法就是跟一般正常 比如说妈妈你在家里会用的那些东西是一样 比如说辣椒酱油 然后如果你喜欢吃沙茶的人 你还是可以放一点点啊 嗯 没有说不行啊 嗯 我觉得料理的方法大家都知道说 其实你并不需要把它做的很难吃 然后再来你你刚才有讲到说 心里面会觉得很饿 那这个时候呢 心里很饿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通常心里会很饿的时候 通常我觉得是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是因为其实你本来有一些东西你很想很喜欢吃 或者是你常常在吃 我举例比如说有些女生她会喝那个蒸奶 她常常喝 她觉得她现在喝不到的时候 她就觉得她的心里很饿 那有些人是比如说是对于蛋糕啊冰淇淋啊 或者是这种零食 所以你觉得你有哪 你是有什么东西你会特别就是craving 然后让你觉得说你没有吃到它 所以你会觉得很不舒爽 嗯我觉得是 就是我是一个我没有办法 把什么东西都煮成一碗吃掉的人 就是我喜欢 分开啊 没有 你不要写我 我的那个方法是懒人法 而且我觉得ok 但是我的意思说像比如说我知道很多的人 比如说甚至是我自己的认识的教练们 他们组还是都是有把它好好分开的 比如说鸡肉吃鸡肉 青菜吃青菜 饭吃饭这样子 对 我只是我只是比较懒 好吧 我举例的啊比如说像Brandon好他可能就想吃那些零食 嗯 那你是有什么东西你会觉得说 你没有吃到你就觉得很不爽 嗯比如说一个礼拜好了可能一到五天 那我可能可以就是吃的自己煮的东西很健康 但是可能就是这是极限的 周末我一定要吃不是我自己煮的东西 因为可能我自己煮也没有能够吃吧 当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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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的意思说像我自己也是啊 礼拜我应该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时候 我大概都是吃一些我自己准备的东西 就是比较控制好的东西 但是从礼拜五下午到礼拜天 你就可以开始吃一些你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啊 但是就是当你在做外食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控管 然后至少让你说不会就是太夸张 你在吃外食的时候 好我们就举例用汉堡披萨薯条炸酱面 或者是炸鸡这些东西 比较比较大家会觉得吃起来比较愉快的东西来讲 其实你吃这些东西啊 你不管再怎么吃 你都吃不了你都吃不了多少 哦真的吗 所以之前我来带我的同学的学生 我刚刚讲说你周末如果你是要去吃这些东西 嗯应该这样每一个人的che day 就是我会安排不同 就像比如说如果他今天是有很多的脂肪需要减的时候 那我就跟他讲那你一个礼拜可能只能有两餐 但是这两餐我会跟他讲说你要把它压在同一天 你不要分两天 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其实压在同一天的时候 你的身体就是他就是只有那一天 他不会有连续两天的这么震荡 比如说你就选礼拜六的午餐晚餐 或是礼拜天的午餐晚餐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是要用吃的 其实你就放开吃吧 因为你吃不了多少 除非你是大胃王 但是要注意的是你不能喝 不能喝 什么叫不能喝呢 就是说你今天不能说去喝很多的含汤饮料 或者是说你去喝卷 很多时候就是用液体喝下去的东西 远远比你用固体吃下去的东西 对你的身体影响很大 哦真的哦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之前很流行不是说打那种什么精力汤吗 或者什么蔬果汁吗 对不对 就是之前有一阵子很流行这个 我常问同学 今天如果放一颗苹果 跟一颗香蕉在桌上 你吃得了吗 大部分人是吃不了的 对吧 但是如果你把它打成果汁 你不要说一颗苹果一根香蕉 你还可以打个奇异果 我还可以放这放那你都还喝得完 这代表说其实你是过度在摄取那些东西 因为你喝的时候 你就很简单就喝下去了 哦我懂了 我还想说 因为喝的不是一下就饱了 更会少吃一点吗 没有你反而会 你反而会吃得更多 就像我讲的 我今天放了两个double double in 然后在桌上你吃了完 把它打成汁可以吃是不是 我是讲真的 如果你把它搞成那个 就是把它搞成粥 会把它弄烂 你喝掉啊 我讲没错啊 今天好有画面啊 今天看起来好饿 好饿心啊 所以我想讲 今天当你去做奇异的时候 正常一般人的食料 我说的不是那种大胃网 你吃不了多少的 你真的吃不了多少 比如说好 你跟朋友去吃美式餐厅好了 然后比如说你点了一份餐 然后那个里面是汉堡薯条 就是我相信大部分的女生 是无法完成那一餐的 对不对 嗯 对 你只要不要去喝 其实你的期待 其实影响不了你太多 但是前提是 如果你的礼拜一跟礼拜五 真的是有好好的做的话 嗯 对啊 好 让我再想想 听完以后 心里面有没有觉得稍微舒坦一点 因为人生有点希望 好 没有听 听起来蛮开心的 但是如果尝试了之后 还是发现就是没有瘦的话 应该就是还是吃 每天还是吃太多了吧 哈哈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生啊 就是 嗯 因为我常常看就是 比如说不管是男生的同学 跟女生同学寄给我的照片 其实 嗯 大部分的人 我说亚洲人好了 其实都没有说真的有到吃到很多的一个状况 大部分的人会发生问题 就是发生在零食上面 哦 跟饮料是吧 我觉得大家的胃口都只是一般而已啊 我也很少看到那种真的胃口很大 所以他们每次拍照片给我看的时候 其实我看他们的三餐 他那个分量我觉得都还算是正常 但是女生常常会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说她的蛋白质吃的太少 哦 淀粉也吃太少 因为她会怕 这就是我想要讲的 就是说 女生另外一个减肥饮食的控制的迷失 就是她觉得说她不能吃淀粉 嗯 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 因为其实 人啊 你的这个能量的来源 从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里面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再加上其实 你的蛋白质 也是需要有一定比重的碳水化合物 它才能够在你身体里面做一个这个喝成 嗯 对 淀粉真的很好吃耶 淀粉很好 其实我的淀粉 我基本上我就是吃白饭啊 嗯 有一些同学他听到以后 他就想那教练吃白饭不是不好吗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吃糙米饭 这个其实就像是 吉凶后刚刚那个名字一样 不需要啊 不需要啊 你今天你喜欢白饭 你就吃白饭啊 嗯 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吃意大利面 那他可能他会去买那种全麦的意大利面 所以你都没有问题啊 其实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今天没有东西是不能吃的 只是看你是怎么去控制那个量而已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蛮重要的破解迷思耶 因为不然就会一直想说要去找一些替代品或什么的 像我之前就很好笑 我就买了那个花椰菜米 我知道 就是那种Costco冷冻那种 对 然后因为大家不是很多人都说什么 教你如何料理 其实可以取代白饭啊 很好吃什么的 然后后来我自己煮完之后 我想说 完全不想吃啊 就很难吃 而且你不觉得这有个迷思吗 就人家说什么取代白饭 那我想要讲 为什么要取代白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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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饭又不是一个有害物质 为什么要取代白饭 真的白饭很好吃 大家是觉得说 白饭的这个热量很高 怎么样的 如果你今天还是吃白饭 但是你可能觉得淀粉不够 吃不饱的时候 那你把肉多吃点啊 青菜多吃点啊 你不需要牺牲那个白饭 因为我还是会觉得 今天大家亚洲人 其实从好到来我觉得 饭这件事情 在我们的生活中 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存在 如果你执行一个计划 执行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 你是无法长期使用的 那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呢 那就像我会访问同学 那难道你永远都不要吃白饭了吗 你可以一辈子都不要吃白饭吗 不可能嘛 今天你吃这个花椰菜饭 就是你只是 一时兴起吃一时 吃个一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了不起了 你不可能真的把它 当成白饭再吃了 最后 对啊 所以后来那个花椰菜米 我就把它当做花椰菜吃掉了 因为发现他 因为他就是没有办法取代白饭啊 我就只好把它当做花菜吃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饮食嘛 那我想说饮食这个部分 我来稍微 summarize一下 就是说今天就是说大家在做饮食控制的时候 两个最容易犯的错误 第一个就是热量摄取过少 甚至低于你的基础代谢 这个是第一点要最重要注意的 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 就是很多女生怕吃淀粉 那我稍微把它讲的稍微更完整一点 就是说今天你在吃的时候 你的三大营养素 你是否都有照顾到 那所谓三大营养素 当然是说是脂肪 那个碳水跟蛋白质 但是我这边的话 我会把脂肪这边换成这个纤维素 如果你有正常的料理正常吃肉的话 其实你的脂肪那边的话 其实不需要太去care 除非说你吃的都是很肥 如果你正常吃的话 我觉得因为人其实还是需要脂肪的 今天如果你长时间你的脂肪摄取都不够 其实最严重的一个状况 你就会看到你的指甲皮肤跟头发都会开始变差 所以我们讲两点嘛 第一点就是说热量摄取还是要有个基本的热量摄取 我会说像女生来讲 正常女生都还是可以 希望可以至少吃到个1300到1400左右 那男生呢 至少都还是希望可以吃到比如说1800到2300左右 因为看每个人状况 为什么男生的这个range会比较大一点 我觉得男生的体型的差别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新陈代谢也会比较高低不一样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女生 我说亚洲女生啊 其实体型体重的那个差距我觉得是比较小 但是比如说男生呢 有些可能真的很瘦 他只有60公斤 有些男生很壮 或他比较胖一点 可能有到比如说90公斤100公斤 所以其实男生的这个range是比较大的 那第二点就是说当你在吃的时候 如果你已经好 找到一个适合你的这个热量的范围的 那你吃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 营养均衡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讲说这两点是你在做饮食控制 是需要非常重要的 好那如果我稍微补充一个第三点 就是说不要去做一些极端 或者是你知道你无法长期来使用的饮食方法 因为就像我讲的 你也许你短暂一两个月可以看到一件效果 但是因为你的采取的方法比较极端或不适合 等到你回到正常饮食的时候 它马上你的体重跟身材又会bounce回去了 对 真的耶 这个比如说还有其他极端方式 比如说你就订很贵的减脂餐那种的 一直吃 但有一天你没有钱买的时候 就 你讲的很对啊 你讲的很对啊 因为其实那些减脂餐 它就是帮你做好 就是它就是让你很方便嘛 对不对 但是就是说因为减脂餐通常也是比较贵一点 很多 就像在台湾啊 像我最近我常常就是试各种不同的健身餐啊 嗯 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说 欸为什么 这个健身餐看起来这么的 就是好像没什么东西 但是为什么它比一般的便当贵这么多 你觉得为什么 嗯 因为branding的关系 哈哈哈 哈哈哈 是吗 我买的是品牌价值 哈哈哈 除了这个以外 好我会说其实你知道健身餐它贵是贵在哪里吗 因为它有很多的肉 哦 原来是这个意思 对 因为今天健身餐它一定会强调说蛋白质要够嘛 所以你去看 如果你去看那些健身餐啊 如果 他们都会把说蛋白质啊什么 呃炭水多少 就是写在上面可以看 通常他们的蛋白质 大概至少都有35到40 嗯 35到40的话 如果比如说一块鸡胸肉100公克的话 是只有20 就代表说它至少有150到400公克的鸡胸肉 那大概是多少啊 没什么概念 是手 呃比手掌还大吗 比如说你的手掌 如果呃 我会说如果不算手 就只有手掌不算手指头 男生的手掌 嗯 就说那样一块鸡胸大概是差不多100克 那样大概就是20克 20克的蛋白质 嗯 就代表说 它如果是30克的蛋白质的话 就差不多是有150公克左右 就是等于说是 一个半的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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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啦 它里面可能不是只有从肉有蛋白质嘛 那其实白饭也是有一点点 然后它可能也会有蛋 所以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说 因为它的肉的含量 其实是比一般的便当多很多的 所以它是跪在那里 嗯嗯嗯 哦你刚刚讲到蛋 我突然想到 因为常常就在想说 蛋白质有什么东西可以可以选 因为其实一般自己煮饭 如果是蔬菜或是淀粉 其实很很容易煮 可是蛋白质 你就会一直想说 啊今天要吃什么肉啊 还是要吃鱼啊 还是要吃什么 但后来发现 对蛋是最简单的 蛋又好料理 然后又方便料理 然后又是蛋白质最简单的来源 因为比如说一颗蛋的话 就是我们讲一般正常平均大小蛋 一颗蛋差不多是六颗蛋白质 那其实蛋的料理的方法有很多 那除非说你今天对奶蛋过敏 那当然不是 我说如果一般人没有的话 其实鸡蛋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来源 而且想要跟大家讲说 鸡蛋早就已经被医学认证说 就是这跟你胆固存是没有关系的 哦对对对对对 因为先前大家都会想说 一天不能够吃超过两个蛋 然后会什么高胆固存 但其实没有这件事吧 像我平均一天大概是四颗到五颗蛋 那我每次健康检查 我的胆固存都没有问题啊 嗯就是没什么关系 今天如果你胆固存有问题 就是通常是两个 就是说你本来就是胆固存有问题 再来就是你吃的东西 比如说你可能是喝酒或大鱼大肉 那跟蛋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嗯哦对 因为你刚刚讲到这个蛋白质嘛 那就会有一些同学来问我说 那我去喝那个蛋白粉怎么样 就是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因为我想要跟大家 就是稍微讲一下蛋白粉这件事情 它其实是一个方便的产品 没有错 但是我还是会鼓励一般的学生 一般的大家 嗯你还是先从天然的食品去摄取 其实我觉得一般正常的人 没有必要真的要去喝蛋白粉 因为我还是会觉得说蛋白粉 它毕竟是一个加工的 当然其实你在美国可以找到很多天然 像比如说我自己 我自己有在喝的蛋白粉 是用那个碗豆 纯天然的碗豆屁 就是我是在那个 我是在Amazon上面买的 它就是只有 它就是碗豆粉膜的 它也不是大豆 为什么我会比较prefer 如果我今天要用的话 我比较prefer 植物性蛋白质 over 动物性蛋白质的原因 是因为 动物性的高蛋白 它一定是从牛奶里面做摄取的 嗯 那牛奶的话 那基本上我是觉得牛 其实还是都会 多少都会打激素这样子 嗯 呃有些人会觉得说 哦因为那个植物性蛋白 就是蛋白的含量没有那么高 那我会说那你就多喝一点 嗯 而且这样不会有 莱克多巴胺的困扰哦 如果大家对于 来猪来牛有困扰的话 那也不要摄取动物性蛋白 没有 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preference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试过以后 我会觉得说 呃植物性蛋白质 我喝了以后会觉得 其实身体的负担是比较 我觉得是比较少 哦 就是你自己身体 还是可以感觉到有不一样 我觉得可以感觉 因为我觉得说今天我 放任何东西到嘴巴里 我还是会希望它的 就是它 呃怎么讲 它的ingredient是越自然越好 嗯 像比如说我现在在喝的一个 那种 碗豆就是屁的这个蛋白 它基本上如果你把它转过来 它的ingredient里面 就是只是碗豆磨成的粉 它没有放任何其他东西 哦 那这样会不会很难喝啊 呃会 哈哈哈哈 那怎么办 那就不要喝 哈哈哈 没有我教你一个方法 就是你要怎么样把这种植物性蛋白质 喝起来好喝的 就是你就是要加冰块 哦 那你是用水泡吗 我是用水泡 然后加冰块 所以你喝起来 其他就很像是味道很淡的 乌糖豆酱 就这样 哦 好吧 好啊有机会还是适合看看 哈哈哈 对其实我觉得我觉得蛮好 因为其实很多人他去买那个什么 动物性的蛋白 他就是会买巧克力口味 香草口味草莓口味 再怎么样 因为他还是会放带糖嘛 我知道带糖是没有热量 但是我觉得那东西他毕竟还是一个 嗯 不是那么天那么天然的东西 嗯嗯嗯 对啊稍微不好意思扯远 那我想要说 因为有同学他会问说喝高蛋白这件事情 我还是会说你还是在你可能的范围之内 吃天然的就是鱼肉蛋 当然如果有些同学他有特别他想要增积的需求 你是可以使用蛋白粉 没有错 但是那个东西呢 它只是一个辅助的东西 你千万不要把它说 当成是你的主要的蛋白质来源的一个方法 嗯嗯 就是之前我们是有那个医生朋友 他就自己有在健身嘛 然后他是说他自己的话 如果是因为要增积的关系 所以他自己的做法是就是一半一半 就是他蛋白粉大概 他说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看你的体重多重 然后你就是大概吃几克的那个蛋白粉 然后其他的你就是都用饮食 比如说你可能80公斤 你就是吃大概80克 那其实差不多就是一汤匙再多一点点这样子 呃对因为那个网络上面 就比如说大家比如说医生啊 或者是运动员他们给的一个建议 就是说嗯 呃OK在美国的话他们是用那个棒 然后在比如说亚洲的话 或英国他们是用公斤 我用公斤来举例好了嗯 他们的建议是说 如果你要维持你的呃肌肉 就是如果你也不是说有特别有需求 你希望你至少可以吃到 比如说你是80公斤的人 嗯 你每天你就是乘以1 希望你的蛋白质的总摄取哦 你一天的总摄取 希望至少有80 80克吗 80克 嗯 然后如果你今天有增积的需求的话 那你可能是从1.2到2不等 哦 这个是完全是取决于说你的身体的素质 还有你的训练的强度 还有说你的目标在哪里 嗯 所以我就像我讲的 没有说一定是怎么样 你今天想要维持一个正常健康 他们还是会建议说你就摄取0.8到1的蛋白质 如果你自己维持一个身体健康 你也没有特别要怎么样 但是因为蛋白质对于肌肉的这个还是非常的重要 我举例你今天是个女生 你50公斤 好那你希望你一整天摄取的蛋白质至少有40到50克 嗯 总数哦 嗯 40到50克好 比如说我如果用50克来做一个举例好了 你早上如果吃了两颗蛋 这样就有12了嘛 嗯 对不对 然后你还剩下38嘛 嗯 没错吧 嗯 然后所以如果你中午有吃鸡肉 好比如说鸡腿肉100 100公克 嗯 就是一个手掌的鸡腿肉 那样又剪掉了差不多20了嘛 那还剩下18嘛 嗯 好如果你晚上比如说吃个鲑鱼 或者吃个那个Tilapia那种白鱼 其实就到了啊 这样就好了 哦其实还蛮容易就达到了 其实蛮容易达到 但是问题是很多的女生达不到的原因是因为 他没有每一餐都去 都吃蛋白质 哦 对 其实我是说如果以女生来讲不难 比如说50克60克都不难 嗯 但是你说如果以男生来讲你想要增肌 比如说我今天举例 好他是一个70公斤的男生 那他可能想要增肌 他他比如他要吃到1.5好了 那我们就算 他说他是105嘛 我们算110好了 嗯 110其实对正常的人用正常的吃饭下去 就已经有一点难度了 嗯 所以他们才会想说用蛋白粉 但是我想要讲就是说蛋白粉 其实适当就要 今天比如说你一个70公斤的人 你想要增肌 你的蛋白质吃到个差不多120 2030就够 嗯 你需要说什么吃到什么200 那都太夸张了 那都太夸张 你也知道蛋白粉跟这些辅助这种supplement 都是厂商出来要赚钱 他都跟你讲这个要这样 我今天举个例子 嗯 你今天一个70公斤的人吃到200 200克的蛋白质 但是如果我看你那个训练 那根本就是没怎么样的训练 那你吃那么多要干嘛 哈哈哈 你知道很多人去健身房 他都说就是教练我去健身房 就是我每天去有两个小时 我就 然后我就笑了 哈哈哈 你怎样滑手机 不是 你能够在健身房搞两个小时 这代表你的那个训练强度一定是很低的 哦 哈哈哈 对啊 所以说蛋白质这个东西呢 就是适当就可以了 不需要说过度的摄取 那种就是那些都是轮微 就是你吃多的也是 就是你也是吸收不到啊 嗯 对啊 好 就因为刚刚其实Roy前面帮我们小小的总结了一下 怎么样瘦跟维持长期低体脂呢 的关键其实是你要找到一个可以永续的方式 就你不能用一些很激进的方式 永续发展 对 你做两天 然后可能顶多做几个月好了不起 然后非常的有毅力 但是你的身体还是会逐渐变成 没有办法继续在那个模式之下 健康的运作 没错 从这边延伸过去呢 就是其实呢 什么都可以吃 但是就是都不要过量就好 然后也不要强迫自己去做一些 就是你一点也不想做的事情 或者吃的东西 因为这样其实就是会让你 就像 就像是我常常会觉得心很饿 但我身体不饿 然后还是会想要吃很多东西 就因为我会觉得我被限制了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嘛 但其实只要呢 你不要想说啊 这个我不行 那个我不行 活在一个比较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 你自然就不会那么想要 吃那些高热量的东西 因为你没有觉得被限制 嗯 然后还讲到一些迷思 其实就包含比如说 嗯 鸡蛋其实跟你的胆固醇 其实是没有什么关联的 然后而且鸡蛋是一个还不错的 嗯 蛋白质的来源 也蛮容易的 嗯 还有就是比如说女生啊 其实还蛮容易 从饮食上面达到蛋白质的补充 就是大概要 一天大概吃可能五十六十克这样 其实蛮容易的 那男生相对来说是比较难一点点 就可能要更努力的算一下 可能吃多少肉 那如果有一些其他需求 你想要用蛋白粉来补充 他其实理论上其实不太需要的 一来是你的训练强度可能没有那么高 然后再来是其实就没有需要那么多吧 可以这么说吗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加工的东西 可以这么说 今天其实你一般来讲 就算你是你要增肌 你也吃到这个差不多一点二一点一点五就好 嗯 吃太多其实没有太多的 只是增加热量 对啊 只是增加热量 然后比如说你额外的东西 其实他你也是会就是排掉啊 你也吸收不到啊 因为就是比如说 你的训练强度就是没有到那里 嗯 对啊 好那这边前面呢 我们先讲的那个饮食控制的部分 再来就要破解的迷思 就是跟关于 训练方面 运动方面 训练怎么样 因为刚刚最前面有开始有先定义嘛 就是你要减肥 还是想要体态好看 对 那前面我们讲的饮食控制是针对减重的部分 那针对体态好看 对 那请我们的教练Roy跟我们分享一下 要怎么样才能体态好看呢 好那我们还是要讲一下 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他讲说 我就是要瘦 那我们还是要给他一个方法 对不对 那你今天要瘦的话 你就是 如果你只是想要提这种现象 如果你只是想要提这种现象 如果你只是想要提这种现象